明天2月1号就是立法院长的投票日 我们看到民众党压到了最后一刻 今天先底牌 自推人选 不当小蓝也不当小绿 黄珊珊就是他们推出来的 立法院长的人选 推败黄珊珊角逐大位 如果第一轮没赢 第二轮他们也集体不投票 这是不是代表在柯的主导之下 保送韩国瑜呢 或者说是民进党 你既然这么怕韩国瑜上了大位 那你唯一的做法就牺牲了游锡坤 票通通投给黄珊珊 把他选上了院长大位 但几率有多高呢 好 军长哥还有报警的观众朋友 先讲结论 如果蓝绿百都按照 等一下我要跟大家讲的 今天的对外公开说法去进行 而且没有一票跑掉的话 那很简单的结论就叫做 八票投三保送国瑜 再讲一次 八票投三保送国瑜 今天黄国昌跟黄珊珊 还有柯文哲他们再次开党团会议 不过这个真的是开不完 民众党真的是很会杠杆 我们媒体记者每天都要追着他 明天还要去一次 因为明天中午还有一场 为什么 等一下告诉你 好 今天就是早上九点钟 把这段期间最后的结论 现在有没有看到韩国瑜跑去那边 对不对 拜会 抱一下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游锡坤跟蔡香也去 那之后呢 之后就今天早上开会做决定 就今天早上九点开会 九点半正式开记者会 宣布 由总召黄国昌宣布 我们正式决定 明天的民众党八票的立委 将会全部集中投黄珊珊 当立法院的院长 所以叫八票投三 今天记者也有提问柯文哲 就提问柯主席怪怪的 你不是说四大改革 谁支持就投给谁吗 结果两个人都支持 怎么会两个人都不投 你也选一个对不对 那今天柯文哲讲法 其实有个漏洞 不好意思 我笑话把他挑出来 他说因为他们两个讲法 都代表自己 韩国瑜都游锡坤 都支持我们四大改革 对不对 但是代表自己个人立场 那没有诚意 国民党的傅坤 早就讲了 韩国瑜讲的 我们全部认证 你耍我 你要面试我 你讲说谁跟你共感 可以国会改革 你八票都要投我 游锡坤确实有跟大家说 我的那个赞同声明 是代表个人 可是韩国瑜的 国民党团已经认证 给他背书的 全部跟着韩国瑜一起投了 那你也不认 他也不认 所以他今天照讲 应该投韩国瑜 我们就是论事 不然的话 我讲的话可以受检验的 可是柯文哲还是说不要 所以他们就回到说投自己 那投自己 保有自己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独特性 我们今天没有受 蓝跟绿的牵制 往后的合作空间 不管委员会 法案预算 都还可以再谈 我相信这个是 对民党最好的选择 可是这种状态之下 民进党就开炮了 柯建民就 对啦 你看原型毕露 失色新唐 对不对 然后而且呢 拜向以后 你就是小兰 因为你这么投的头发 我刚讲了 已经结论就是 韩国瑜当选 对不对 你虽然没有投给韩国瑜 可是你投给自己的结果 韩国瑜就会当选 对 所以你就叫小兰 讲完以后 黄国昌不乐意 这是什么情乐啊 请不用再说了 什么叫 这就是小兰 很多民众党的支持者 很厉害哦 他们立刻发想说 所以因为黄山 是不是也宣布参选 立法院院长 对 那今天 如果按照我的头发 是不是最后他赢 对 所以这个国民党 民进党也叫做小兰 因为民进党 没有投给黄山 造成韩国瑜当选 你也是小兰 是可以这样转的 我再讲一次 因为各自都投自己嘛 我投自己 你投自己 他投自己 就最后两个 因为他当选嘛 对 那如果民进党要以此来 贵罪民众党说 你投自己 所以造成韩国瑜当选 你叫小兰的话 那民进党这51期 是不是也坚持投自己 投两次以后 韩国瑜当选 那你也是小兰 因为你的错法 你选前不是最怕韩国瑜 我现在讲这个 不是在那边讲 对 观众朋友 我要进到 所以柯文哲今天就公开呼吁 那不然这样嘛 民进党把你的51期 投给我黄山山 韩国瑜是贵罩院长啊 对啊 请民进党把51期 投给我黄山山就可以了 好 民众党 民进党立委不高兴了 特别是柯建民 怎么可能 绝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有底线 我们先坚守到底 林俊仙刚写篇 脸书说 你是对的 今天黄山山 还有黄国昌 他们过去的两天 有两个立法院长候选 一个叫做韩国瑜 一个叫做这个游锡坤 跑去拜会拉票 对不对 那请问你黄山山 今天全部要选 你去拜会国民党团没有 同样的游锡规则 你去拜会民进党团没有 没有 那你没有拜会民进党团 你叫我们50票投给你 你根本就是玩假的 你没有来 所以现在民进党内 已经跟民众党准备撕破点 明天票一投出来 韩国瑜当选院长以后 立刻就讲说 你就是小兰 然后吵起来以后 没用的8票 你就是小兰 没用的8票 你就是小兰 就要跟他雪梅不嫌出来了 那你要知道 因为两轮投票这个状况 只要我刚刚所讲的 民众党真的都不投的话 那确实就是韩国瑜会当选 那我就问俊相哥 因为他有讲一个状况 基本上不会发生 就是说 如果黄山山第一轮 居然起义来归的 不是民众党 是民进党 民进党把51票投给黄山山 那黄山会多少票 就是59票 对对对 59票 那五十小兰 他们过半 他就过半了 过半 那第一轮 他就赢了对不对 好 那赢了以后呢 民众党也先想好 特别可以乱讲 我们台湾民众党将决定 下午的副院长 不会退任选 因为我们已经赢到院长了 但他不会发生 这次不会发生 好 那第二轮投票他又退出 对不对 那请问 如果黄山山明天早上没有赢 赢的话下午就不选 那请问黄山明天早上 如果没有赢呢 如果没有赢的话 就进入第二轮 对 所以我就讲 民众党就是现在最会操作的 我早上去立法院绕了一圈 记者都在民众党团 为什么 因为俊强哥 明天中午还会有 数以二十三十计的记者 不能吃午饭 还要守在民众党的门口 因为民众党明天中午还要再开会 所以我明天下午怎么投 副院长你要不要推 明天再讨论 这叫乡土剧 演到第八十几还在恰恰 还有Michael 他就没有办法结束 明天中午才告诉你下午怎么样 可能是推谁 雨萱明天就要投票了 今天民众党先抵牌了 你怎么看明天的局 俊强哥 我们昨天在讨论民众党什么事情 分裂投票 结果我们今天在讨论什么事情 团进团出 你怎么会相信他们讲的话 诈骗集团的话不要听啦 每六跟讲不一样 所以他们今天讲完 大家都拍拍手很高兴 我听听而已 为什么 你柯文哲一觉起来 搞不好睡个觉回去 母检会再念个两声 头抓一抓 我想我这个六点声明 我给他撕毁 六点声明不算数 我想我想没有 没有这个团进团出 搞不好这个7比1 6比2也有可能 随便他划 所以这个还没有成为定局 民众党讲的话 我才不要相信 他到了明天 搞不好会给你来租 又来别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再来第二件事情 但民众党 他现在有好几种变法 为什么 他今天跟你讲说 我第一轮要投黄三三 其实理由很简单 这就像办一场选美比赛之后 选美比赛来 请蓝绿双方候选人到达现场 来开始你要穿泳衣 你要绣肌肉 哎呀你要穿西装 你要穿礼服 他都给你欣赏完一轮 对不对 结果他最后给你宣布什么 得奖的是 虫缺 没有 朱审 朱审得奖 我裁判我得奖 他方面两个都耍了 韩国瑜他是什么 衣服打开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紧身衣 他也戏弄你 你戏弄我戏弄你 才不要给你看 想太多了 但现在问题是 他就是透过彩蓝彩绿的方式 你看他后面八个字写什么 超越蓝绿最强战力 我一早看到这个记者会 柯文哲迟到还没有来的时候 我看到这八个字我就知道 他又要来戏耍了 对他完全没有不期不待 但好 即便明天第一轮真的 他们投自己之后 那第二轮会出现什么状况 他不是说他不进去了吗 那你确定吗 还有变数 对谁知道 这个搞不好最后一秒最后一分 柯妈妈都会跑去说 我来替我儿子淋标一下 然后又被收回去了 你不知道吗 你不要预测民众党 诈骗集团讲的话不可信 所以除非等到选票投出来之前 我是不会相信的 但我跟会讲 他现在这个东西已经踩死了 也就是说他不投蓝不投绿 他有一个很崇高的道德理想 因为我超越蓝绿 我要当蓝绿之间的桥梁 所以今天有两个人 跳出来讲话都没道理 对不对 一个叫做尤锡昆 尤锡昆很惨 他现在已经变成民进党 切割战犯 一个叫傅昆起 傅昆起这个没头没脑的 突然十点钟跟他撞起 然后开场记者会 讲说我招伟给你 我什么都给你 问题是什么 他甚至早上还上广播 问题是你傅昆起不知道嘛 你不知道民众党会有什么牌 所以各位 这都不是游锡昆错傅昆起的错 是你面对诈骗集团 千万不能有三观 因为柯文哲的专场专业是什么 毁掉人家的三观 今天他竟然敢跟我讲说 没有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很遗憾 看到这个立法院政副院长 竟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没有人讨论国会改革 这开我什么玩笑 靳远哥 1月14号是谁先讨论 立法院政副院长的 就你民众党 所以各位 不要跟他太认真 但对于这八席 甚至接下来的副院长选举 搞不好早上韩国瑜出来了 到了下午 还会有奇奇怪怪的变数出现 秀琳怎么 明天过后会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立法院政副院长选举的过程非常的精彩 这个剧本都是民众党都是柯文哲在写 他怎么写 大家今天就说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 他明天又换了另外一个剧情 怎么主角死了 变成配角变成主角 就是非常的高潮叠起 但是我觉得最终 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的精彩 但是结局也许平淡无奇 平淡无奇就是大家回归自己的位置 就是52加2 然后这个8票的投8票 然后51票的投51票 只是说这个过程的精彩 让你有很多的悬念 就包括了 我们会有第一个国会女议长吗 民进党会不会去干脆投黄珊珊 让韩国瑜不能当选 因为民众民进党从这个选举开始 天天都在宣传 不能让韩国瑜当立法院院长 韩国瑜当立法院院长 这个在国际外交上面 在国际这个声量上面 会让台湾很丢脸 而且还有国安问题 就是中共会控制韩国瑜 如何如何 都已经把调子讲成这样了 拉到这么高 结果你现在投一个票 投下去是让韩国瑜 这个当立法院院长 所以民众党其实非常巧妙的 找到了这个缝隙 钻进去切进去 说我们现在就来比 到底是谁保送了韩国瑜 当立法院院长 那个当初说 绝对不能让立法院长 是韩国瑜的民进党 你是说真的还是说假的 我就来给你猜穿 你的谎言 那民进党 民众党完了这样子 一招之后 民进党其实蛮尴尬的 因为柯建宁是气急败坏 我们怎么可能投黄珊珊 那事实上他们也不会投 因为在中常会里头 赖清德民进党 党主席已经定调了 我们就还是要投我们的邮昌佩 而且他呼吁柯文哲的第二轮 民众党可不可以进来投票 然后那时候再来决定 你是要选韩国瑜还是游锡坤 那这事当然不可能发生了 就是说民众党已经决定了 他不要当那个保送韩国瑜的人 谁保送韩国瑜 现在的这一个剧本走下来 看来就是民进党保送韩国瑜 我觉得明天过后你怎么看 我判断韩国瑜的院长 应该已经很顺利了 因为他推黄珊珊 有个很重要的策略 就是说你不能说我小蓝 因为我推自己人 但是你也不能说我是小绿 为什么 除非你民进党五十一票 要投给黄珊珊 那黄珊珊当院长 但是以柯建宁跟民进党立场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对于明天 第一轮投票的话 黄珊珊不可能过 过的就是游锡坤跟韩国瑜 到第二轮投票的时候 他们要退场 因为名单上已经没有黄珊珊了 所以院长一定会 国民党五十四票 对民进党五十一票 韩国瑜会当选 但到了下午的就不太一定了 因为民众党说 我们中午在商量 那很可能国民党会 会释出善意 那你竟然是早上支持我们韩国瑜 用这种形式来支持韩国瑜 当选立法院长的话 那下午我们 副院长让你们当 可可以回报你一下吧 那不晓得他们愿不愿意接受 不知道了 这个时候 等于到中午 大家来瞧 都还有时间了 所以可能要先恭喜韩国瑜了 好 宇轩 带我们来看到 在明天二月号 新国会上任之后 急着要扮演 关键少数的民众党巴西上攻了 但这一天开始 会不会也是柯文哲领导统预 谁说了算 风暴的开始 柯文哲又再度刷新国的三官了 现在就连定义都可以刷新了 来 立法院党团三长 我们来上课念一遍 这个第一个叫什么 总召 第二个叫什么 贯市长 第三个叫什么 书记长 书记长还可以分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长 结果他的三长是什么 哎呦 前所未闻 黄国昌单总召 黄珊珊 哎呦 副总召 从来没听过 然后再来就是干市长 干市长就陈昭之 但我们要讨论到底谁大谁小之前 我们会讲肢体语言 骗不了人 你知道就在今天这个会议之前 柯文哲他迟到 三三来迟 旁边还真的有三三 结果呢 柯文哲就定位之后呢 发生一个状况 他的右边是谁 是陈昭之 结果呢 他的左边是谁 是黄国昌 那黄珊珊在哪里 不对啊 俊强哥 说好的C位呢 所以他是第一名 他第二名 他变成第三名了 你曾几何时看到黄珊珊在C位 那不是在C位出现 过去开记者会 连柯文哲都站在旁边 然后黄珊珊坐中间 公布民调那场 各位不相亲 调历史画面来看 他才是主角 他always主角 今天怎么变配角 你说他在不在意 非常在意 为什么很在意 因为名牌上面桌子上都有 你看就是黄珊 前面这个 陈刀之 柯文哲 黄国昌 黄珊 黄珊珊1234都给你拍好好 就黄珊珊要干什么动作 卡位 他就一挤到陈刀之旁边 这样 我侧身 为要跟你 所以现在大合照 拼命的被卡位 卡卡卡 就卡不进去 你知道怎么办 吴春成太尴尬了 因为他见证了 大型车祸现场 说陈刀旁边 旁边 他来后信信 从后面绕啊绕 坐到黄国昌 原本他应该是一个位置 所以就代表 开始出现权力异动了 那为什么整个民众 会有所谓的权力异动 因为理由很简单 接游锡坤的 接韩国语的 请问叫做什么名字 黄国昌 黄国昌 这个大名 所以代表 他才是代表民众党 党团主导的一个人物嘛 而黄国昌 长的是什么大旗 他今天在骂的是谁 反律大旗 骂的叫做柯建明 对国民党 根本没骂嘛 他除了说莫名其妙 讲一个说什么 不明人事 跟这个立场偏颇的名嘴 不知道他讲谁 对不对 从头到尾 他没有骂到国民党 但是这一件事情 已经凸显出黄珊珊的生存危机 因为往后如果说是 跟在野阵线整合 黄珊珊是国民党 最头痛 最头号的敌人的一个人物 请问他的角色 该如何自处 所以才会帮他 创立一个副总招 因为当不了总招 没能耐 颜色也不对 但当副总招 创立一个全所未见的职务 只是要给他有台阶可以下 好 再来看到民众党发生的 这件匪夷所思的 集体请辞事件 也跟黄珊珊有关吗 来看到 九席的中央委员 居然在这几天 有五个人超过一半 集体请辞 这是怎么回事 居然哥 古代我们讲的 官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我考试科举 得状元当官 另外一种叫做什么 花钱买的官 为什么这五位中央委员 会请辞 因为他们感觉到 我感觉好像是 付钱来当官的 我是傻了吗 为什么 因为这五个中央委员 每个人都有责任配额 也就是你一年要募多少钱 一年要募多少钱 过去曾经有一个地方干部 这个柯文哲 已经要把他辞退了 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还寄封简讯给他 他想说 我从都还没有看过 柯主席的简讯 好感动 结果他跟我说 你责任配额三十万块 记得要缴 所以柯文哲就说 要钱 通通都是要钱 所以对他们来讲 我们没办法跟主席面见 对于盛上摇摇 这个非常的遥远 摇不可及 也无法触风 那我们在那边干嘛 付钱缴钱当官吗 所以我干脆不干了 所以为什么钱募了 包括Grace讲说 这个东西形同虚设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说 柯文哲只听见一个人的话 而这个人就是我们刚刚提及的 特别为他设立位置的 黄珊珊的话 所以这些人这样的努力 把你去募款 每个人都有Quota 结果你让我感觉我形同虚设 我的声音上不去 因为黄珊珊让柯文哲偏听 让下面的声音上不了柯文哲吗 对嘛 我们跟各位报告 今天出来解释这件事情是谁 是新任的秘书长周渝修 周渝修讲话了 说没有啦 以前破坝啦 以前移民啦 以前在国外啦 都没在台湾啦 但讲完了 请问这五个的声音有没有 没有声音嘛 这就是他们的困扰嘛 因为他们的声音出不来 反观你看黄国昌 他这个喊的就具体多了 黄国昌跟大家报告什么 说我们 2026年 绝对不会缺席 哇 现在还喊出雄心壮志哦 我第一方要打下 100系议员 放心 做理话 做理话 反正你诈骗集团 爱讲什么我都没意见 但这也凸显出 为什么在立法院长选举这一议 大家跟他们的关系如此紧张 因为民进党对于他们而言 我如果靠你民众的太近 待会变成是 我台北市要不要理让你黄珊珊 我会不会变绿白盒 你会不会来跟我瓜分年轻人选票 我当然一脚把你踹越越好 而至于国民党 为什么总是跟他们用戏弄的方式 反正你唱戏我也唱戏 因为大家都知道 谁黏到他 谁倒霉 而未来民众党的六都人选 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绝对不会选上 但保证缴得你天翻地覆 好 任俊今天立院黄珊珊推上去 变成民众党角逐龙头的人选 你怎么看 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民众党在今天 最大的要告诉大家讲是 我不是小蓝 我也不是小绿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事实上蓝绿在之前非常配合 你要我去说明 我们也去了 可是在民众党今天的声明里面 你会看到他其实隐去了 这两个人来跟我说明 到底有什么重要性 没有 他在乎的是你们其他人都骂我 所以因为你们骂我 我们决定不支持 那你干嘛叫人家去接受你面试 你一开始要讲说谁来面试 你练跟我相同 我会挺你 你谁都不挺 所以我相信可能对韩国瑜来讲 我当时的报报真的是百报了 蔡细在立还好我没跟你报报 因为到最后你根本不在乎 这两组的候选人 对你做出什么承诺 你只认为说他对政党的部分 你政党其他人骂 我就不跟你合作 那当然现在对民众党的算法 因为在立法院的 院长的投票的状况 按照他的办法里面 第一轮你必须要过半 如果民众党的巴西 真的投给黄珊珊的话 代表蓝绿 即使国民党是所谓的52加2 他也没有办法达到过57 所以势必要进入到第二轮投票 那接下来第二轮投票之后 虽然民众党现在看起来态度是说 这个院长的部分 他们坚持要投给自己了 可是第二轮会不会有变数 我认为现在对于蓝绿来讲 大概都会觉得 白银在做任何的事情 大概都不要期待他 所以很有可能关键少数 反而变成是两席的 所谓的不分区的 无党籍的立委 包含陈超明跟所谓的高金素美 那两方一定想要 极力去争取 那如果民进党认为说 我在立院院长的这一块 是我势必要拿到 我认为他会先从这两个 所谓的无党籍的这个委员来下手 今天还传出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 民众党才要展现关键少数的实力 结果呢 假的糟糕没法吃 九席的中央委员居然跑掉超过一半 五席地辞城 崩分离析 团结不是打个大文号吗 那这件事情当然曝露出来 是因为看起来这五席 为什么会有人放新闻 而且那五个说什么 说我选举的这个阶段性任务 其实都已经过了 再来就是什么 他们其实有提到 用不具名的方式 跟记者讲说 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决策 沟通管道这件事情 看起来他们也觉得 就是说也没有办法 再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他们不爽黄山山一手遮天吗 我认为这整体就会成为 是民众党自己本身 到底在内部决策 还有他的政策形成的部分里面 究竟是哪一个成绩 所以现在看起来 中央委员的这个锅 现在被掀开来 那是不是代表是 柯文哲真的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民众党不能没有他 因为没有他之后会分崩离析 代表民众党其实是一人政党 而不是一个集体决策的政党 所以现在这部份就会是 居民到一个集体决策的 我认为这种和谷子